大家好,我是鱼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芋泥香酥鸡腿 用到的材料有300克大芋头切片,两只鸡腿 干锅小火,炒一茶匙的花椒 花椒炒香以后,加一茶匙的盐继续炒 炒到盐绿发黄就可以了 倒在鸡腿上面 揉搓,揉搓的时候可以加两根葱段和三片姜一起 然后腌渍几个小时或者过夜 芋头片和腌渍好的鸡腿蒸30分钟 大碗里面放70克凳面粉 倒入刚蒸好的芋头片 把鸡腿捏成团 揉搓成团 鸡腿还温热的时候,给鸡腿去骨 在鸡肉上面撒一点土豆淀粉 在鸡肉上面撒一点土豆淀粉 要注意这两只鸡腿大概只用了一半的芋泥 现在给芋泥刷一层蛋液 撒上汤口鸭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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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气炸锅140度10分钟 然后转160度5分钟 油炸的温度是180度 用漏勺拖住鸡腿 整个芋末到油里面 听到噼里啪啦的油爆声音没有了 就是炸好了 油炸的香酥鸡腿 芋泥酥特别强烈 空气炸的脆脆的感觉比较多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